其实我听歌很久 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为什么 就有很多包包的爱 就问我几时会更新这样子啦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大家都可以看到嘛 哈喽大家好 我是蔡蔡 好久不见 对我很久没有拿着一个相机放在这里讲话的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录小子女系列了 所以这一次我就回归啦 其实我停更很久 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为什么 就有很多包包来爱 就问我几时会更新这样子啦 我就觉得可以借一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会停更这么久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我有一点loss 就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不断的输出嘛 所以就觉得一个人好像被掏空了这样子 所以我就停个来一阵子去找回自己的一些内容这样子 就review回自己这样子啊 recharge的那种感觉 呃会感觉到loss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嘛 就是我的view其实没有怎么很好 就是比起一开始就慢慢慢慢那个view会越来越差 我就会觉得我付出的跟我得到的好像不成对比这样子 整个人就会很没有方向感 就会很loss 就会很loss 然后就会很没有自信 然后这一段期间我停更这段期间呢 我是过得非常快乐的 因为我去了很多旅行 那如果你们有关注我IG 就知道我去了两次台湾啦 然后去了一次巴黎岛 去了香港 还有就是我前几个影片发的泰国 就是整个生活是过到很臭丝很开心的 所以我就慢慢觉得我慢慢有被recharge回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开始上片啦 这一次呢我就不会再管我的view了 我就是想要做一个知识分享跟vlog做一个记录我的生活记录这样子 以后可能可以自己看回去觉得那个回忆很美好这样子 OK来我们回归正题 这一次小子女系列呢的主角呢 相信大家看Tom New都应该懂 就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 Hada Labo 对Hada Labo 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小子女系列的话 都有发现其实好几期的主角都是Hada Labo 因为他们家的产品真的 不管是讲性价比舒适度还是效果的话 都完全无可挑剔 而且他们家的产品几乎每次一出新品 我都会直接去买来试用 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一期呢 回归第一个小子女系列还是给Hada Labo 会比较合心一点 所以呢 OK 切入正题 有很多宝宝会讲 护肤品我应该是选贵的 还是要看成分用料 对我来讲呢 护肤品我比较注重于在对 就是它是一个对我的皮肤是很对的一个产品 多过它是贵 这样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bonus 然后Hada Labo他们家对我来讲就是 用料成分都是非常的足 而且他们每一次做的产品都会给予一种很wow的感觉 再加上他们真的不鬼市场 Guardian Walsens都会有seals 然后我都会趁这些seals的时候去入手一些 囤一些货这样子啦 如果你们有看我前几期的那一个小子女分享 都知道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其中一款 serum 叫HSS Supreme Serum Booster Serum 就是宝石的那一款 那一款是用衣囤衣的 但是呢我在休息的这一阵子我就一直刷小红书嘛 小红书很多分享这种美妆啊 或者护肤类我都非常喜欢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神奇的搭配 就是Hada Labo也是一样Booster Serum 但是是这一个Vita 搭配这一个Retin的 我就觉得嗯? 这一个搭配对我来讲蛮新奇的 所以我就剩这三次Wassens搞搞笑的时候就去买了 然后我用了一个多月 所以我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最真实的用后感受吧 OK首先我们先来讲适用人群 不要紧张你们听到最后已经心痒痒了 然后发现嗯它不是很适合我的肌肤就白听了 所以我把这个适用人群放上来上面先讲 OK它是适用于所有性质的肌肤的 包括敏感肌 一开始我们护肤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肤质嘛 这样子护肤新手的话就非常推荐Hada Labo他们家 因为它是什么肌肤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这个Vita跟Retin的话呢 它是适合什么人群呢? 如果你是皮肤缺水你想要粗亢老的产品 还有你就是想要体谅皮肤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它是可以做到一定的效果的 如果你是发现你皮肤就是 嗯感觉它很缺水啊 然后很爱出油啊 感觉你的色额线不是很明显 皮肤下垂这样子 你就可以去用这一组产品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发现你的皮肤会有那种 雀斑啊痘印啊这种斑点类的东西 还有你就辐色暗沉 辐色不均匀 这种问题的话 你也是可以继续看下去的 还有皮肤不紧致的 宝宝也是可以继续看下去 我会教你们怎样花小钱办大事 OK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了 OK 我先讲这一个 它算是促了一阵子了 它主要就是生成补水 然后去提亮我们的肤色 改善我们的肤色暗层问题的 这个系列其实都是添加四种不同分子的透明痴酸 就是有一定的保湿效果的 然后它里面还添加5%的烟纤胺 还有维他命B12还有美白针的成分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美白针的成分 就是可以给我们在日常用的时候 也有一个医美的效果 我就觉得哇很哇哦 所以一开始我会非常吸引 也是因为这个美白针的成分 但是我自己用了一阵子我发现 它真的是有这个效果在的 它不是真的是酱罢了 OK这样子这个的话要怎么用呢 这个的话呢是建议 我是建议早上用啦 早上的话就是洗完脸过后 你就擦你的toner 然后你再用它 用它的话也是一样是挤 直接挤在脸上然后涂抹这样子的 我自己用量是会用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serum用多好过用少吧 就是给皮肤多一点营养 它的质地还是一样是非常清爽 然后流动性很好也很好吸收的那一种 这个真的是我真的很爱他们家的serum的这一个点 而且呢我自己用一段时间过后 我发现它真的是有把我体量肤色去均匀我的肤色 而且呢这种啊黑斑啊痘印啊都有帮我淡化的 而且它还有一定的控油效果 所以早上用非常完美 但是你们早上用一定要用一个防晒 就是你用了这个过后 再用你的mortizer再上一层防晒再去上妆 或者是如果你是没有化妆的话 这样子防晒就是你的最后一个step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H.A.S.Supreme Breathing Lifting Booster Serum 这一款呢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系列的话 你们会发现它其实算是满新的一款serum来的 它同样也是一样是可以帮我们生成补水 同时呢它可以帮我们紧致提劳 我们的面部给我们皮肤更有弹性之余呢 它还可以促进角质层的一个更新的 角质层就可以把旧的角质层快点脱落 然后让角质层新的快点长上来 这样子皮肤就会代谢的快一点 像我们这样子过了25 OK 这个是可以讲的吧 就像我这样子过了25的年轻人 就非常需要啦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过的这种生活 我们的老化现象已经是在加快了的 不管是我们的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是紫外线都是在促进这个老化在加快的 所以我就觉得是非常需要用到这样子一个粗抗老的一个产品啦 同样它里面也是添加了四种不同分子的透明痣酸 另外它还添加了就是 就是可以去改善我们皮肤的紧致度跟弹性的 它的话呢我是建议晚上使用啦 因为晚上的话可以不要有时间搭配一些按摩手法 然后给皮肤更加的firm you know 晚上的话是怎样用呢 就是一样是洗了年 过后就擦 toner 擦了 toner过后就用它 它的质地也是跟它这一款 serum其他的一样的 都是非常的流动性很好很清爽也很好吸收的那一种质地 所以你们用这个系列完全不需要去担心texture的问题 我已经使用了这个系列所有的booster serum的texture都是很好的 但是呢我自己用它的时候会搭配一些提拉手法啦 提拉手法你们应该会把我已经交过很多次了 就是由下往上 然后由内往外 苹果肌这边啊也可以提拉上去 然后发令纹这边也可以拉一拉 额头这边呢就是可以把我们 我是喜欢皱眉啦 所以我额头这边我会去把它放松一下下这样子 如果你们要搭配提拉手法的话 记得用量一定不要省 就是可以尽量用多一点 这样子可以防止拉扯到皮肤 然后皮肤也可以吸收到更多的那一个成分的那些效果的 然后呢用完它过后就上堆个保湿霜就可以啦 我自己用一段时间我是发现我的脸真的是有比较紧致 而且整个是比较等一堆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我觉得我的下额线有比较明显 因为前阵子我的下额线其实没有这么明显了 然后用它过后有比较明显回哦 下额线明显就会显到整个脸非常的立体 我就非常的喜欢 OK讲课讲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吗 就是跟你们总结一下怎样用啊 就是早上用Vita 晚上用这个Retin就可以了 你们就这样子搭配 如果你们这样子搭配用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效果的话 你们回来找我 一就是你们方法用错了 二就是我再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错了 或者是用法错了会导致它没有效果 然后我就会帮你们再一一解决啦 OK 所以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啦 其实这一个系列的Serum呢 你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况自己去进行搭配的 因为它们里面都是加了一些皮肤需要的基本保湿成分 所以已经是非常够了 你们就看自己皮肤额外另外需要的是什么成分来买来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不要贪心的话可以跟我一样 就是早上用一款晚上用一款 这样子一天下来所有成分都用得到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它们家的产品都是不添加酒精 矿物油香料跟色素的 所以敏感肌或者是什么性质的肌肤都可以放心去使用啦 OK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有帮助到大家 也有让大家学到一定的知识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